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手雷茄子 雷在现代汉语中是研磨击打的意思 雷上餐桌 只听说客家人喝雷茶的饮食习惯 是将炒熟的坚果先研磨击打做底 水灵灵的茄子雷起来,只怕连魂都没有了 手雷茄子是近两年回国尝到的新派川菜中 印象比较深的一道 因原料和材料经简单烹饪后 仍保留原味的清新而令人惊艳 今天就将这道创新川菜端上自家的夏日餐桌 原料选择茄子一条 根据茄子的大小拦腰切断 横断面切一厘米见方的条 注意,茄子头不要切断 水烧开后,茄子放入笼屉中 火力从烧水时的最高,调整到六到七之间 蒸八分钟就好 准备好姜、蒜、葱 新鲜的红辣椒和青辣椒 辣椒没有特别的讲究 柿子椒当然不行 小米辣的色彩和味道都不错 但辣味浓烈 是个人对辣的承受力调节 青辣椒可以选择各种尺寸的尖椒 墨西哥绿椒也行 蒜胸子内壁蒙上保鲜膜 用橡皮筋固定好 将各色辣椒碎末、蒜末、姜末和葱花一起放入蒜胸子内 然后开始倒 这个研磨的动作应该算是首雷茄子的第一雷 将调料的味道和汁水倒在一起 充分融合 倒两到三分钟后 就能听到蒜胸子里噗哧噗哧的声音 这时可以取一个容器 将蒜胸子中的保鲜膜拎出来 把捣碎的味料和汁水一并刮到容器中 将准备好的热油浇淋在捣碎的味料上 一边浇一边搅拌 然后是个人口味 加入一茶匙五克的盐 大约两茶匙十克的白糖 一茶匙生抽 一茶匙醋 搅匀味料 蒸好的茄子放入另一个容器中 将搅匀的调味汁一点点的完全浇淋在茄子上 然后拿起木质的蒜储 将容器内的味料和茄子一起倒匀 倒的时候力道要轻 茄子蒸出来后 虽然还没有软烂 终究是茄子 力道大了就倒成茄子泥了 等茄子和味料被倒匀 手雷茄子就可以上桌了 手雷茄子可以冷吃 也能当作热菜上桌 茄子的软嫩鲜甜 与调味汁的浓烈刺激对比起来 口中的感觉会更丰富 剩下的辣椒也可以和葱姜蒜一起捣碎做成酱料 中火热锅 锅中倒入大约150毫升的烹饪油 油温热时下花椒粒 等花椒粒被炸成生褐色捞出 将所有的材料一股脑地倒入锅中 翻炒 这时的火力可以关小 二到三之间 如果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酱料吃完 可以等味料的香味炒出来后 就将火头关掉 盛出来 如果吃的时间会比较长 最好加入两茶匙十克左右的盐 和味料一起炒匀后 关火 装出来 炒好的酱料也可以做手雷茄子的蘸水 取一个小碗 放入一茶匙加了盐的辣椒混合酱料 再加入一茶匙酱料里的香油 根据酱料的咸淡 加入二分之一茶匙约三克的盐 二分之一茶匙的米醋 二分之一茶匙的陈醋 一茶匙大约五克的白糖 二分之一茶匙的生抽 搅匀小碗中的味料 调成酱汁 将蒸好的茄子放在容器中 调好的酱汁浇在茄子上 用小一点的蒜处 将茄子和味料轻轻地捣散开来 就可以享受手雷茄子的美妙滋味了 至于炒好的那瓶辣椒酱料 除了手雷茄子 也可以配冬瓜汤 配馒头 配稀饭 还可以磨少许在面包上 让青辣椒的香味在口中绽放 嗯 黄区 恐怖 一探 断 一探 四探 一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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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探